今天的这场WWE 2K18的单挑比赛将是非常的残忍 因为这场比赛是在两个超重量级的猛男面前举行的 那么我来使用黑羊 当年华雅特家族的黑羊 现在换了新发型 来迎战恶魔凯恩 首先出场的是黑羊 我就不用再多介绍了 黑羊霸气出场 猛男激动男 大力士多个头衔 跟飞之后 实力已经高于 凌驾于其他华雅特家族成员之上 今天才迎战的是大家所熟悉的非常喜爱的 人气颇高的恶魔凯恩 也是当年毁灭兄弟的成员之一 那么现在恶魔凯恩出场了 恶魔凯恩虽然已经老了 但是依然出场 非常的邪恶 非常的霸气 马尔克一巴里边 恶魔凯恩出场 灯光给的不是特别的足啊 有点黑 增加了神秘感 我必须说 他今天不似乎在这个态度 他不是唯一的 我必须说 我不是在这个态度坐在你们两个 但是我们必须做的 我们必须做的 不不凯恩经典喷火 喷火出场 看看恶魔凯恩是否已经老了 一对一有规则比赛开始 上来 先走 先下台 下来了 看到了吗 这就是计策 这就是计策 怎么样 计策非常重要 在W的W摔脚 不只要靠肌肉 也要靠头脑 走你 好 干 再踹 上来 飞扬就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路摩凯恩属于被虐中 让我们看一看这个游戏啊 是不是难度有点低啊 我看看 设置什么难度 最高难度 传奇最高难度 上来得手这么轻松 刚说完 刚说完 恶魔凯恩就开始反击 破解了 看来果然 是 最高难度 现在有点体现出来了 从一开始 没有体现出来 计策的 我的计策 好 出了计策来 要靠实力 传奇难度啊 这个 他的这个 按键速度一定要快 一定要快 你的反应能力 走你 走你 黑羊是2米的身高 摩维凯恩2米1 好 贴肘 我个 我摩维凯恩 现在 开始反击 哎 好 黑羊也开始反击 哇 两个人互相的这样破解招数 又破解了 走你 再来一圈 左一圈 右一圈 干 承受一下重量 黑羊重量 黑羊挑战时间有点长 然后时间没有把握好的话 有可能被对手反击 所以大家要注意 黑羊挑战时间是比较长的 平时用手要小心 我靠 又反击了 我靠 两人同时出脚 黑羊 稍快了一步 那么在这里 跟一个电脑前的小朋友说 他自己在家里模仿 叔叔们都是有练过的 都是有练过的哦 压一下 这么远 离绳子这么远 也算他搭到绳子 没有搞错 裁判是肯定是收红包了 但是收的红包是多余少的问题 就赢了 传奇难度这么快就赢了 没有想到 真的是 这个怎么这么快 相当快了 而且这是最高难度 而且我好像没有太多的发大招 可能是他这个传奇难度是相对的 电脑可能也是那边反应也需要快 好 那么其实打的不过瘾 那么让我们再掠一下 比赛结束了 但还要掠一下 若摩凯琳的粉丝们不要喷我 因为这场比赛实在太快 速度太快 太快就结束了 有点不过瘾 让我们起码要再发个大招 把他打招之后再结束这个比赛 若摩凯琳这样的被黑羊虐 若摩凯琳果然已经老了 这样就彻底结束了比赛 有个大招就完美了 雷摩凯琳来自转异地